现在小孩他们都在外面 他们也不研究这些东西了 我以前就是走过 虽然窗子不多吧 像我们这个布置 那些布里面 这个就是叶家挨家 这个园子都是 因为鞋子不能说鞋子 像以前都是家那个跳跃 都带鞋 对对对 横哨 其他地方 其他窗子 大家好 我是三镜游 我现在的位置 在平遥的岳中村 上个视频 说的是柴主院的书房院 我们接下来 再看一下这个主院 老师傅说 这个主院还保存着 过去的栏杆 我们就过来看一下 这块也保存着 这个狮子了 刚才我没进来 这个狮子比较好 哦 可是 就是就是 保存得好了 在古代 楼梯扶手 称为栏杆 雕兰玉器 因由在 只是朱岩盖 这是南唐后主 李玉在 于美人义词中 写下的家具 玉器 就是房屋的台积 雕兰就是指的是栏杆 我们看到的这个 中间这个历史柱 也叫旺柱 昨天这个老师傅 说这个旺柱上 雕有这个石狮子 现在呢 已经破损 都看不出来了 中间这个石板呢 它叫蓝板 上面呢 也雕有这个 简单的石刻图案 这个栏杆呢 也是属于原生态的 在这个乡村古建里头 也是很少建的 这里面是用的铁钉 铁钉固定的 虽说有一些残破 但总的来说 也是保存的比较完整 我们下去 这都老的 刚才说了 要那只圆子开的话 去那个圆子拍一下 那个圆子 基本上它都 基本上它除了哪边的 那个天 到它以后 其他里面都 基本都好的 基本都是好的 那只圆子里面 就是它那一只圆 一会儿 一会儿我过去看看 原来一起吧 哪个圆子都 小时候我记得 哪个圆子都 天王这 现在都不行了 这以前就是这个门吗 肯定是有个门吗 这两个院子 就是相通的 这门路就挺好的 这都是台阶了 原来这都是 都是台阶了 都是那是台阶嘛 舌头做的那就是 青蛇 青蛇 昨天那台阶了 青蛇台阶 对 对 这边吧 这边是个田 那边是个大田 这是东西吧 东西是那个 就是好像就是 那个香黄吧 那是大的 大的香黄 这是个啥 啥了 这 这个吧 这个它原来 哎呀 我 我原来一直有了 这个 原来这都 红花 它这个圣头嘛 你看都红花 对啊 红花成了这样 但这个位置应该是 因为因为在 因为这边 看更西面的叶阳 豆丝都是香黄 那不是咬洞 里面 里面吧 都是咬洞 外面吧 都是在就是 都是花 怎么都是该的 在 花着 外面是豆丝 你看像在哪面 这都原来豆丝了 这边都 以前都是房子了 对 原来在豆丝 豆丝 花着了 等于它没了 嗯 嗯 那个位置应该是个 干什么 呀 可能是 我说不来是 呃 一些 你比方说 说那些麻的 是啥的 酸麻的 酸麻妆 嗯 可能是 酸麻不应该那么低 啊 哦 历史不应该那么低 对啊 嗯 哦 嗯 这就又 又这个 嗯 这酸麻花这么高呢 嗯 这个位 什么 这酸麻花这么高 是啥的 嗯 这个卤 这卤 小来嘛 这 下了嘛 哦 往下下挖了 嗯 原来没有这么 嗯 没有这么低 嗯 没有这么低 嗯 再后来大碎 你卤它重新 下了 哦 是个成文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